所以很多地方的程式主要就是見招拆招 盡可能就是說你可以活取 像這邊我特別強調那個K有沒有 那這個其實還蠻萬用的 所以剛剛提到 這邊馬上可以派上用場 但是如果你不這樣用的話 其實還有別的寫法 像剛剛我們用一個J-3 加上I-2x4 也可以 但是顯然好像沒有這個容易理解 所以至於說程式怎麼寫會比較OK 像我個人的原則這樣 第一個邏輯越簡單越好 千萬不要把一個複雜的事情寫越簡單越好 千萬不要把一個複雜的事情越寫越複雜 可能連自己看都看得很累 甚至看不懂 那更不要說別人的 那當然我就希望把它改得比較簡單一些 這是我個人的原因 第二個的話就是 程式能夠越短越好 不要沒事 寫那麼一大堆程式 雖然最後RUN都沒問題 然後效能也還不錯 可是問題你寫那麼多程式要幹嘛 自己看得也累嘛 人家看到程式 越短 然後越簡單 越好 OK 這是我個人的標準 所以我要怎麼寫出這樣的標準的程式 可能還是值得各位思考一下 那當然這個其實是需要 一些時間的經驗累積啦 絕對不可能說你馬上一下子就可以 那麼的順手 但是主要就是希望能夠加快你的 這個工作效率啦 因為你處理資料呢 未來只會多不會少 最後的話如果我今天還有一個需求 如果 假如我們今天 再來 希望把部門 把它 放到H欄好了 OK 我就不要把它放在前面啦 因為前面可能又要再 改那個位置 算了 我就把它放到 假設我今天的部門 我把它放在H 那我今天要怎麼樣剛好把這個A欄 的資料 變到H 那這邊的話會牽到一個問題 就是資料的複製 我要怎麼樣剛好這個 複製到這裡 那這一個喔 它剛好中間相差多少 相差4 有沒有 1 2 3 4 5 OK 那這邊又相差4 相差4 OK 然後呢把資料複製到這邊來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那其實呢 如果你要完成這件事情的話 大概 需要注意幾件事 第一個我先RUN一下給各位看 RUN完大概 程式大概長這樣 執行 就是把這個 這邊的資料 複製一份到這邊來 OK 那做法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的話 原則上大概會有幾個地方要注意的 第一個的話 不外乎 我們先寫一個叫 部門的 假設我今天寫一個 sub 叫sub 部門 enter 好 那一般習慣是 我先告訴他說 我資料來源的範圍 資料來源在哪裡喔 OK 按個TAB鍵 4 i 等於什麼 第二列 一直到底下應該是33 那你也可以追蹤 不過追蹤你不用A啦 因為這邊有空白 你可以用B啦 像他追蹤 Enter兩下打個Next 好 不過問題來了 他第2到第33不是全部都要 2要 然後間隔4個 所以喔 如果今天2然後到6 加了4 再加了4 變10 所以特別是你這個回圈 中間有間隔的話 那記得後面可以加一個什麼 叫Step 有沒有印象 之前有講過 這個Step的話 就是你要間隔多少 那預設是1啦 有沒有 1下一個 間隔2 再下一個間隔3 就一直往下 你就可以不用寫 預設是Step1 可是如果今天要間隔4的話 那你可以Step4 2的下一個 2的下一個 這邊6 那你就可以用Step 然後 這樣的話呢 你可以 試 試著把它輸出 比如說 這邊輸出到這邊好了 我要輸出到這裡 那可是第2個問題 按個Step 那我要輸出到哪裡 我要把抓到的 這個東西 幫我call到這裡 那前面講過嘛 你的 call的目的有沒有 記得要寫前面 來源寫後面 所以喔 這個敘述的話呢 要怎麼寫 這個先敘述一下 這個儲存格 叫做Sales 所以這個儲存格叫Sales 括弧 他應該是假設第2 可是問題喔 如果我一直2的話 那將來呢 他就會一直蓋 這個問題跟之前那個 排名次一樣 有沒有 所以之前我們想過另外 就是反正用個什麼 用K 所以你會用K OK 等於什麼呢 這個 這個什麼 Sales 括弧 第幾列呢 第i列 A的哪一欄呢 A欄 有沒有 好 那我就把這邊 的2改成什麼 改成K嘛 所以你可以 把這邊呢 上面先有個出尺值 K等於2 然後呢 把這邊改成K 然後呢 底下的話呢 把它改成K 等於K加1 OK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用了嗎 而且他應該蠻簡單的 建議你回去喔 重寫一遍 再來的話呢 程式就寫完了 應該是寫完了 還有嗎 好 接下來的話 就是 執行了 應該可以看懂那個程式吧 這個回圈 重點就是Step4 也就是說他中間 應該要跳 跳4個之後 再抓到那個 下 就是 中間記得要Step4就對了 好 那我們如果執行 一樣啦 如果你假設不確定 那你可以 射中斷點 一樣喔 停在這邊喔 我通常會放在 比如if的下面 或者是for回圈的下一行 如果沒有if就for回圈下一行 然後呢 再按執行 他會先停在這裡 然後先確認幾件事情喔 什麼呢 這個裡面的東西 人事部有抓到了 然後 這個是第幾列 H2 的位置 是不是 是 按F8 人事部沒錯 那K加1 現在K等於 2嘛 有預設值 加了1之後存回去 所以這行執行完的話 那K等於多少 等於3 OK 好 那換下一個啦 所以我再讓他執行 下一個 這個應該又抓到 業務部了 因為 I現在等於多少 6嘛 因為他Step4 所以等於Step4就大概加了4 加了4這邊6 6的話就是業務部 所以他就抓到6了 業務部 然後寫到哪裡呢 寫到H3 所以寫到這裡 OK 沒錯 所以理論上 這樣子就可以把 所有的 部門全部抓到之後 塞到這邊來 OK那應該沒問題之後 你可以把 這個 中斷點拿掉 然後全部呢 再讓他跑一下 OK 好 那理論上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底下 所有的資料 通通都抓取過來 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OK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這樣的話 我們等於是說 除了 剛剛的這個 訊息之外 訊息之外 然後又有部門 所以理論上這個資料 將來要拿來 用微軟數查詢 相對就簡單了 你可以先 看你要查哪一欄 當然你可以把它放在第一欄 去做查詢 請各位先 試試看 現在這邊先把 部門先複製過來 然後試著寫一段 VBA的程式 把這個 部門的資料 帶到H欄 不過這裡如果用什麼 假設要用 函數的話 有沒有辦法 應該也是可以啦 不過我在想用函數 好像滿麻煩 因為中間有空白 所以倒不如用那個什麼 用VBA來寫 好像簡單很多 OK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還給各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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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